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想一想 同学们 你们见过什么样的笔筒呢? 这些笔筒有什么特点呢? 朱老师给大家带来了几个笔筒 请大家仔细看一看 这些笔筒是什么样的? 是什么材料制成的? 它们有哪些特点呢? 我喜欢这个青花瓷的笔筒 它是圆筒状的 上面有一对在野外生活的小鹿 这个笔筒看上去是具有传统色彩的中国风作品 我喜欢第二个笔筒 我发现它是用一节竹子加工而成的 这个笔筒的外面雕刻了精美的图案 作为装饰 我仔细观察了这个笔筒 我发现它是用木头做的 它的外形很有创意 就像是把蒜盘卷成了一个圆筒 我们可以透过缝隙 从外面很清晰地看到里面 同学们观察得真仔细 让我们再来看看这三个笔筒吧 它们是什么样的? 是什么材料制成的? 你有哪些发现呢? 这是一个木制的笔筒 它的外形是一个小刺猬 身上有许多的洞 如果插上笔就像是刺猬的刺一样 这个设计真有创意啊 这是一个塑料的笔筒 多功能的笔筒 它有很多个储物空间 前面是可以旋转的 半圆形的小盒子 我认为可以放橡皮 区别针这样的小物品 后面有两个筒状的 可以放笔的地方 这是一个金属的笔筒 看上去非常的结实 它是用网状的金属片围起来的 能够从外面一下就看到笔筒里有些什么 它有很多个储物空间 有很大的容量 也是一个多功能笔筒 同学们描述的真详细 这些笔筒有单筒的 多筒的 塑料制成的 木制的 它们材料不同 形态各异 但是都可以帮助我们 把桌面变得更加整洁 真是我们的小帮手 今天老师也给大家带来了两个小帮手 请你看一看 它们是不是笔筒 为什么这么说 我觉得这些也是笔筒 因为它们的外形 大小和高度都很适合放笔 你说的很对 它们都有相同的功能 因此都是笔筒 请你仔细看一看 老师带来的两个小笔筒 和之前的几个笔筒进行对比 你有哪些发现呢 我认为除了功能相同外 所有的笔筒都很漂亮 只不过老师的这两个笔筒 都是自己做的 刚才的笔筒都是从外面买来的 你说的很对 现在让我们把它打开看一看 你有哪些发现呢 我明白了 原来这些笔筒都是用非旧材料做的 分别使用了手指卷筒 材质 扣子 硬质板 酸奶瓶 塑料瓶 彩色胶带等材料 电视机前的同学们 你们也发现这个秘密了吗 你想制作一个什么样的笔筒呢 本节课我们就是要利用自己搜集的非旧材料 设计一个属于你的小笔筒 在上课前 老师准备了一些非旧材料 它们都是什么 有哪些作用呢 这些非旧物有两个矿泉水塑料瓶 一个羽毛球球筒 一个大纸盒 两个小纸盒 一次性托盘 一个茶叶罐 一个茶叶罐 一个塑料瓶 两个彩色胶带 一些钮扣 两个一次性纸杯 和一个硬纸盒 这些材料我们要如何选择呢 哪些可以使用 哪些不行呢 可以直接使用的材料有 一次性纸杯 塑料瓶 茶叶罐 小纸盒 可以直接用于装饰的材料有 彩色胶带 扣子 和一次性餐盘 有一些材料 因为尺寸和外形等原因 需要加工后才可以使用 比如 硬纸盒 大一些的纸盒 矿泉水塑料瓶 还有一些材料 虽然很结实 但是不容易裁剪 很难做成想要的大小和形状 不合适做笔筒 比如 这个羽毛球筒 太厚太硬了 看来 在挑选材料时 我们要注意 它的大小 用途 是否结实 和是否一加工等问题 同学们 现在可以开始挑选 你的材料了 挑选好后 可以将你的材料名称 写在我们任务单的 第一个表格上 可以用多种方式进行记录 例如文字 图片 绘图等 通过刚刚的环节 我们发现 有的材料 可以直接制作成笔筒 有的材料 需要先进行加工 才可以用来制作 想一想 我们要用什么工具 来帮助我们 加工和制作笔筒呢 我认为 至少需要四大类的工具 它们是 测量工具 裁剪工具 连接工具 和绘图工具 它们可以在制作笔筒的 不同环节中 帮助我们 你说的很有道理 那么 这些类别的工具 要在什么情况下使用呢 不同类型的工具 都有哪些呢 当我们在设计笔筒时 要注意笔筒的大小和高度 这个时候 就要用测量工具 来测量笔 与笔筒的大小 笔筒太高 就不容易拿到笔 笔筒太矮 放笔时 就容易倾倒 常见的测量工具 有 直尺 三角尺 和软尺等 如果你需要将材料 改变成喜欢的形状 或是 调整材料的大小 我们就需要使用 裁剪工具 常见的裁剪工具有 剪刀 小刀 钳子等 使用裁剪工具时 一定要遵循使用规则 注意安全啊 如果我们需要固定 装饰 装饰 连接或修补物品 就需要使用连接工具了 常见的连接工具有 订书器 胶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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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们需要在制作笔筒时做标记 或者对笔筒进行美化 就要用到绘图工具了 常见的绘图工具有 彩笔 橡皮 尺子 铅笔等 电视机前的同学们 你们需要哪些工具呢 想一想 将你需要的工具 填写在任务单的第二个表格上 我们依旧可以选择多种方式进行记录 现在我们就可以开始制作了吗 我们要做成什么样的 它有哪些功能 如何让我们的笔筒尽美观 又稳定呢 这些问题都要提前想好 因此请你想一想 你要制作什么样的笔筒 可以和你的家长说一说 想好后 可以填写在任务单的第三个表格上 在填写时 我们可以直接绘制步骤图 或成品图 我们可以标注笔筒的大小与尺寸 也可以标记好要注意的事情 有的同学已经画好了 让我们来看看他们的作品吧 这是我的笔筒 它是一个多功能的笔筒 一边可以放笔 一边可以放橡皮 夹子等小物品 我需要的工具是剪刀 胶棒 需要的材料是彩色纸 这是我设计的笔筒 我需要的材料和工具有 矿泉水塑料瓶 彩色胶带 剪刀 彩笔 胶棒 我需要将矿泉水塑料瓶 剪掉一部分 留下20厘米的高度 剪瓶子的时候 要剪得整齐一些 然后在裁剪过的地方 贴上一圈 彩色胶带 这样笔筒的筒口 就不会划破我们的手了 最后 我再用彩笔对笔筒进行装饰 这是我的设计图 我选择的材料是 手指剪筒 一次性餐盘 包装纸 扣子 我准备用的工具是 胶棒 我会先给纸筒做一个底 再用包装纸 包在纸筒上 最后 蒸上漂亮的扣子 作为装饰 这是我设计的笔筒 我需要的材料是木棒 白纸 我需要的工具是 双面胶和蜡笔 我准备先用木棒 做成一个笔筒框架 再用白纸封住每一个侧面 白纸上用蜡笔画上 好看的图案 同学们描述的真详细啊 欣赏过同学们的设计图后 对你是否也有一些 启发和帮助呢 请你根据刚刚的问题 想一想 他们的作品有哪些优点 你又给他们提出什么样的建议呢 我觉得它的设计很好 是一个多功能的笔筒 看上去很实用 但是我觉得如果能选择更结实的材料就好了 因为纸太软 如果笔筒不小心被压倒 很容易就变形了 不太结实 这个笔筒的设计 我很喜欢 因为它能够想到 裁剪的时候塑料瓶的边缘 如果裁剪不齐 可能会出现安全隐患 而且它还想到了 可以用彩色胶带将边缘包裹住 所以我觉得它的设计特别细心 我也想给它一些建议 20厘米有些高了 可以矮一些 也可以在笔筒外面加一些装饰 或者裁剪成小动物的外形 这样就能更漂亮了 我认为这个笔筒的优点是 它使用了废旧材料 用扣子装饰看上去挺好看的 但是我认为手指卷筒比较细 一个纸筒看上去不太稳定 可以再多加一些纸筒 这样既稳定又能放更多的笔 这个笔筒真好看 它的材料是小木棒 做出的笔筒一定很稳固 如果能够把木棒放得再密一些 一定会更结实 还有你的底部没有说明怎么做 做成什么样的 如果说的再详细一些就更好了 通过对同学们作品的评价 相信大家对自己的设计图 也有了一些想法 因此老师要给大家留下两个作业 第一 请大家继续搜集废旧材料 并修改方案 第二 请大家准备制作笔筒所需要的工具 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 请大家准备制作笔筒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